欸 等你完了 又沒線了 放進來 快到天小星 我們今天要來五一呢 製作一個鉛筆盒 我要用一千塊挑戰 所以日幣四千塊給你 你要做你的鉛筆盒 是什麼鉛筆盒? 我要放在家裡唷 因為我學校有一個 我們今天挑戰一千塊錢 只能用五印的文具用品 來做你的鉛筆盒之外 還可以買你想要的文具用品 四千塊之內好不好 我們就開始喔 首先呢 我們的鉛筆盒要有一個袋子 會不會太小 這個會太小嗎 這個好好看 這個也不錯 我看蠻多人推的 這好小喔 他說這個可以拿來裝牙刷 沒有很多筆的時候可以用 很多筆的時候就要大一點 這種鉛筆盒也蠻可愛的 可是它也很容易那個裝備 這個也是鉛筆盒 它可以當筆筒 這邊的話也是文具 但是不是鉛筆盒 有新品 哇 這是什麼 這個不錯耶 這個很可愛耶 真的是新的喔 可以橫的開 這個好耶 可是我不喜歡 我之前用過這種 因為它很短 它有些筆放不進去 那你喜歡哪一種的筆袋 我學校是這個 我現在用的 可以買一個黑的 這樣子兩個顏色 因為這蠻容易長的 黑的其實比較不會長的 可是它有橘色跟白色 哇 它更容易長 它這也有小的 不同顏色的 我學校是這個對吧 對 沒錯 那我們買一個黑色的 好啊 現在就要看價錢了 199 我們現在可以花了一點點 大家都推這個 說這個好用 99塊而已 這個是什麼 它可以裝東西不會倒 就是它會扁扁的在裡面 不會變得圓圓飛飛的一坨 然後才99塊的 跟百斤一樣的價錢 這個大家也狂推 199了 我買一吃 我剛好吃爛掉 可是我覺得有點吃不好了 好厚喔 嗯 這個感覺也好 好看不錯 可以掛的 這個嗎 我好像需要 泡泡膠 這是立可帶 這是立可帶的補充 很可愛 刺客漫畫的感覺 這是To Do List 有一種是便利貼的更好 這個很好用 超好用 不用蒸的後期推死 我要蒸的 要蒸的就是這個水水的 可是這個感覺蠻酷的 怎麼樣不用蒸的 這個紙會破掉 會嗎 它就是把你的紙 用一個洞 這種筆好樣 這個沒有用過 沒用過 沒用過 這個120耶 超可愛喔 這麼小的小鉛筆機 這個感覺很好看 它是一支150 它這邊也有這種小包裝 它比較短 這個很顯 八支990 而且有一些顏色你不要對不對 這三個顏色你就不想要 完全不會用的顏色 好啊 那就拿你要的顏色就好 這個鉛筆盒很有趣喔 你看290 因為它有趣就是在於 有這個啊 很像小學生用的 但是又很無韻風 就是一個極簡的感覺 它的這個小鉛筆機也是很可愛 極簡的 現在我們在結帳 等一下回去再開箱給大家看 喔 剛好沒有超過唷 我們回來了 現在要開箱我們在那裡買的東西 首先是 這個 因為它超級便宜 它七本好像才 喔不是耶 五本 間隔是705 喔 這個是 五本399 它的顏色是這樣子 這個黃色的 這個是 灰色的 紅色的 欸這個很呼吸的顏色 就是藍色 這些顏色 裡面是這樣子的 然後就可以自己在外面寫說 這個是什麼 可惡 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多本 而且其實很便宜 它很便宜 它399而已 一本79塊是比 比百軍便宜 下一個 到極多人推這個東西 go do this the share this 示範一下子 比如說你要這個嘛 然後呢 這樣子 對 就像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同時到書籤 又可以到那個祭司 這邊就是寫 你要什麼東西做好一件事情 就 勾一個這樣 它有三個顏色 125塊 下一個是這個 看別人說它畫起來很好看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畫在這個 這一次是150 好像是 好好看 這是紫色 可是很好看 這只會不會透水 不會耶 不會耶 可以畫這種嗎 你看 這座手帳會很好看 你看 冬型紫色真的很可愛 超級可愛 下一個 這個螢光碧 也是150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很髒嗎 因為這一塊是透明的 就不會畫歪 比如說 我要寫什麼 這樣畫就看得到後面的字 就知道自己畫到哪裡 另外一邊是細的 很讚 它很多顏色 它有這個 我現在那個學校鉛筆盒也在用 非常好用 120一支 0.5 它是這種按下去的 它還有另外一款是出那個蓋子 可是我之前有買過 那蓋子很會不見 然後這種壓它就不會有不見的問題 外的蓋子有時候在你鉛筆盒裡面飛走 然後你的鉛筆盒就會莫名其妙 多很多奇怪顏色 這個跟這個都是正常的自動筆 這個很好看 這個我沒有買過 這兩支都自動筆 對 可是長得不一樣嗎 用圖一樣 都是鉛筆 為什麼會買它 因為Muji的鉛筆就長這樣 它只有這兩種好像 為什麼你會喜歡五一兩筆 因為簡簡單但沒有過多知道誰 這個是丁書雞 攜帶用嗎 而且它跟橡皮它大小差不多 不會覺得它很賺好錢對不對 欸它長得好美喔 漂亮喔 好美喔 它裡面已經有附贈了 又用的時候把這個推過來 真的嗎 就可以 就可以用了 推回去就可以收起來 它的貨幣好漂亮 這杯就 有點點貴的 但是因為很漂亮 橡皮刷70 這個車很好用 我的鉛筆盒現在也是用這個 這個是修正地步 250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不好用 就是它的蓋子不見 有一些蓋子一定是在上面的 可是這個它是分開的 我現在也是用這個 它就是很容易不見 就是 然後 喔 因為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蓋子會不見 為什麼會買它 因為我們的挑戰是在Muji買一個鉛筆盒 喔 對 所以你就只好買它 因為它只有這個 我沒有去它 沒有啊 我現在就是用這個啊 很好用嗎 很好用啊 多少錢 250 這個很好用啊 你看你看 喔 快沒了 所以剛好來補這個 你看 啊 亂掉了 所以它不會容易卡住是不是 不容易了 還沒卡 有一些不好的它會卡住 用到現在還沒卡 或是它那個塑膠條會跑出來很難 喔喔喔喔喔 摸起來還沒有 接下來 看起來很美的剪刀 剪刀好用 HASAMI 這我沒有用過 但是聽說很好用 這個HASAMI190 然後我之前是買這個 聽說這好像是什麼職人的剪刀 這個是左手用的 然後我用起來就很奇怪 你看它的那個刀刃一個在上一個在下 我用這個的時候就要用這個 所以不要買到小隻的喔 小隻的是左手的 這個齒 為什麼我買兩把 因為呢 之前應該看過之前的影片吧 去光水汙染 它已經變很奇怪 喔之前我們拍那個刮去光水 所以它顏色掉了 它整個變很黏 很噁心 而且它是前面是直接就是0 就不會量錯 像這個有一些前面還有一段容易量錯 所以你選擇了它 10是多少錢 90塊 很便宜 超便宜 喔這個袋子是什麼 別人推薦說好用的 對對對 網路推薦好用 是因為它說它是單面的透明case 就是你怎麼放它都是一片 這樣滾扁 哇好美喔 好像外面賣的商品喔 醬油它都不會沉在地上 可以收納的扁扁 它就不會碰到地上 嗯 好方便喔 這是我的學校鉛筆好了 然後我買了一個黑色的 因為我覺得黑色的比較不光澤 因為我們學校有白板 然後就是開白板屁的時候 你看 有有有 就黑掉了 我就是這樣看 然後就回掉了 就藍藍的很醜 而且你看這下面都很像橡皮沙穴 所以那個顏色比較容易髒 這個就感覺 怎麼用都不補 就是黑色 那我把它那邊裝 你要裝進來囉 所以你已經 想要來做你的鉗筆好了 我們來做鉗筆 還有這個特寫 你先 然後你要你要紓壓的 再做 我會 其實我會壞掉 好可怕 我忘了換你了 會爛掉 你沒有糖漬漿 有啦 等一下沒水 幫我早餐一下那些 不要讓他們畫到別人 等你玩了就沒水了 媽媽放進來 卡西公布 卡西公布 阿種子沒了 把抓保障 保裝匪 穿袋甲 穿裝匪 OK MILIT 一隻打紅的手藥 這..這隻好多東西 就跟你講這個會倒 你買那個筆桶型的就不會倒 因為我都這樣放在桌上用啊 我不會這個這樣子啊 因為東西不夠多 而且這個也裝了很多 你看 喔 所以你這一個就是 啊啊啊啊啊啊 怎麼那麼多的路了 喔 這剛剛沒有放進去 沒有放到 所以這個是學校用在家裡喔 對 喔 這好好看喔 看不到裡面裝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喔 好紓壓喔 所以你這個會濕掉嗎? 這個無印這個字 不會啊 都不濕 都不濕的嗎 因為它會殘膠喔 濕過的吃 喔 所以不要濕會比較好 然後你就這樣都放進去這樣子 看起來很..很紓壓的 這一個鉛筆盒用啊 這個鉛筆盒還有這些筆 不用了3900多塊 就是1000塊台幣的挑戰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這是我們今天的1000塊台幣挑戰 我們買了很多東西 無印的 我去用 是我的前面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按下喜歡 訂閱還有選擇什麼通知 對 按下全部通知就不會錯過每一支影片 更新啊 我們是 每天晚上欠動影片的週一直播 週四shorts 那我們明天晚上欠見囉 拜拜 我們在這邊買了一個快充天童 你可以介紹這是你的 非常的可愛 為什麼可愛 為什麼買它呢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它快充 而且快充 又小一顆 很可愛 不會太大 對對對 然後它摸起來質感很好 它霧面的 有沒有 質感非常的好 有沒有 讚吧 如果大家還想看我們拍 無印的其他用品 就是除了我去用品之外的 一些好物分享的話 也歡迎在家下面加一 無印好物分享加一